花样寿司的做法 早上的主食 做法里重点介绍中间的那款 旁边的两款做法类似 黄色的不过把外边的紫菜换成料蛋皮 双饮号 米饭适量 黄瓜适量 胡萝卜适量 香肠适量 紫菜适量 肉松适量 西兰花适量 鸡蛋适量 寿司醋适量 一原料备用 二油锅烧热 导入鸡蛋液 摊成鸡蛋皮 酸蛋皮和香肠 切成丝 四胡萝卜洗净 切丝后用热水灼一下 五黄瓜切丝备用 六蒸熟的米饭 切热加入寿司醋米饭和醋的比例是五一 搅拌均匀 然后将其放粮略逼于手温即可 七铺开寿司连 摊开半张紫菜 先将拌好的米饭均匀的铺在紫菜上 再将黄瓜丝 蛋皮丝 胡萝卜丝 香肠丝均匀 的放在一端 八用竹帘将紫菜卷起 尽量剪的稍微紧一点做成小内卷 九另取一张保鲜膜 铺在寿司连上 均匀的铺上米饭 十在一端放上小内卷 十一用竹帘将保鲜膜连筒里边的米饭一起卷起 十二在板铺上一层浊过水的西兰花碎 十三卷好后 去掉保鲜膜 让寿司外边的米饭均匀的黏上西兰花 用刀沾点水 切成相同大小 摆盘即可 好 好